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个案件破获的最初线索竟然是婴儿的哭声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调查 2009年7月广东海丰国湾得到了一个消息 成东镇的群众反映 最近他们的邻居林秀香的家里经常会传来孩子的哭闹声 他们觉得很是奇怪 警方暗中了解到 住在这座房子里的是一对50多岁的夫妻 女主人林秀香曾经在深圳打工 她的子女最大也不过20出头都还没有结婚 最近也没有看到这家来的带孩子的亲戚 孩子的哭声确实很让人可疑 因为他经常有那个外地的车停在那里 我们就认为他是有放映的那个行为 这个大队有派一次一个中队专门去经营了 就在海丰警方深入调查的过程中 从林秀香家里不是传来的婴儿哭声 没有了 警方的追查没有了方向 2010年1月中旬 海丰警方得到了可靠消息 明渊村三项43号 也就是林秀香的家再次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通过几个月的侦查 警方初步判断 林秀香确实有买卖婴儿的嫌疑 如果警方判断准确的话 那么买家会在近日上门看孩子交易 这个传来婴儿哭声的房子 极有可能就是交易的地点 房子在红色电灯套那里 这是什么情况 那等一下有一些买主要开车过来 买到小孩 准备接头 2010年1月22日上午 一辆深圳牌照的汽车 停在了林秀香家的附近 几个陌生人进了林家 海公警方决定 马上采取行动 此时林秀香的家里共有十几个人 海峰警方很快就控制了现场 当场缴获现金四万余元 在靠里面的一个小屋里 一名不满月的婴儿正在哭闹 来买孩子的吴猛说 他和妻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几经打听 找到了林秀香 要求购买一名男婴 被警方抓获那天 他们正要以 三万九千八百块钱的价格 买走那个男婴 在公安局里 林秀香承认 这个婴儿确实是自己买来的 但是到他这 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人的手了 根本不清楚孩子的父母在哪 为了寻找孩子父母的下落 警方决定将这名男婴 暂时叫做海峰姐救A 采取这名不满月孩子的血样 放入公安部全国打管数据树中 小杀啊 小杀啊 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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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小杀 哎呦 不要打那么深 没有 意思吗 不会哭的 哎 哎 这长得会哭哦 没哭啊 没哭啊 对啊 就是有一些呢 哎呦 这些都没口气 现在蚊子叮召样的 这是海峰刑警大队唯一的一名女警 大家都叫了亲姐 在救回了这名男婴之后 亲姐负责照顾孩子 当时抱到队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买身臭乎的 我就跟我们队长打算一下 我说事先去购置一些奶粉 那些婴儿用品什么的 帮她换洗一下 就把她抱到家里来 亲姐的提议得到了领导的指示 她把孩子带回了家 因为大家都很久没有照顾过这么小的婴儿 亲姐的同事们买来的小衣服似乎都有些大 亲姐决定 先给这个小家伙洗洗澡 然后再让同事们去换衣服 我们去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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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已经有十多年没跟小孩子洗澡了 自己不要 自己的小孩都十多岁了 这个也不要了 这个 我现在还不想起来 你看 看到这个孩子 是像自己的 十年没给婴儿洗澡了 这让清洁有些不习惯 不过小家伙还是比较听话的 但是只要一离开了大人的怀抱 他还是会突然的哭闹起来 还不满意呢 海风解救A 这个未满月的小家伙 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过妥善的照顾 几名侦察员很担心 长时间的哭泣 对孩子不利 于是他们想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在大家轮流的看护下 孩子慢慢平静了下来 为了让他安心的入睡 侦察员们还让这个小家伙 睡在了自己的腿上 这样 无论孩子何时醒来 都会知道 自己被人抱在怀里 就不会再哭了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海风解救A被暂时放在了清姐家里 而此时 警方对这个犯鹰案件 也有了新的突破 他们已经掌握了线索 林秀香的上线 马上要到广东惠州地区 再次交易两个婴儿 明天早上的大概天没亮 他就要到你们这里的新塘加油站 新塘加油站 要跟这个站乱买一个男人 两台车 我的意见 两台车的话是抓捕的 两个车是抓捕的 一个车是跟踪的 两个摩托车也是跟踪跟抓捕结合的 2010年1月底 海风警方赶到了广东惠州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准备对林秀香的上线实施抓捕 如果消息准确 再过几个小时 林秀香的上线 就会在这个加油站里交易婴儿 此时 警方已经布控好了所有进出加油站的路口 然而 一夜过去了 没有任何可疑人员和车辆进出加油站 是行动已经被人贩子察觉 还是嫌疑人的交易出现了问题呢 第二天清晨 警方得到消息 因而交易的地点变了 交易的方式也变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那个车 现在一辩证 那个过来接小孩 那一部车 但是接小孩 等一下他 我一见证到了 我就把那个接小孩的车 报给他们 他们的一交易我们就把他告 我们人民跟的不一定对了 应该是应该是 早上九点 两名嫌疑人骑着一辆摩托车 驶入了警方的步行范围 警方随即派出了两组人员 跟在犯罪嫌疑人的车附近 准备司机抓捕 在这次行动中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七名 在当地的所民宅中 解救出了两名 出生仅十多天的婴儿 等下 等下 爬上去 坐着 那小孩是我那个 小心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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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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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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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小孩 指示一下 哪个小孩 这个是吧 这个 两万二是吧 两万二是吧 卖的是吧 卖的 卖的 卖的两万二是吧 这个是我卖的 又不是我卖的 不是我小孩 钱在你那里 你就是你卖的 这个呢 这个是谁的 不知道 不是我不知道 真的 谁的 据这名犯罪 嫌疑人 交代 他是从云南 来广东 打工的 两个婴儿 是别人 交给他的 让他以每个婴儿 两万二千块钱的 价格卖掉 如今 中间人 已经不见了 更无法找到 孩子的父母 根据嫌疑人的 交代 在广东 深圳 和园等地 警方 相继救出了 五名婴儿 他们被分别 编号为 海蜂解救B 海蜂解救C 海蜂解救D 海蜂解救E 和海蜂解救F 他们都是男婴 我们解救出来的 婴儿最小的呢 才十几天 最大的 也不到一岁 因为孩子经过 人贩子多次转手 身体非常虚弱 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 几名侦察员 开始轮班 守在他们的身边 负责这些宝贝 每天的吃和睡 马蜂解救 你拿着吧 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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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亲爱的 没关系 来 你搜吧 没事吧 来听点啊 海风警方还在第一时间 把这些孩子的血氧 输入了全国打拐数据库 就等着孩子的亲人过来认领了 现在任何丢失孩子的受害人 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向公安系统报警 可以通过DNA的笔照 认为自己被拐卖的孩子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从血氧数据库传来的消息却是 没有比对成功的DNA配对 也就是说孩子的亲人暂时还找不到 随着被解救婴儿数量的增加 今年二月警方决定将先妻被救的六名婴儿暂时放在海风福利院寄养 有两名保育员专门看护这些小家伙 那个时候孩子在这儿是吗 就睡在这里 小孩就睡在这里 孩子当时就睡在这里 都是婴儿 都是婴儿 没满月的 出生也一两个月的也有 不几个才两三个月 很小很小 而且都很瘦弱 我们只能去门诊打掉针 然而今年的四月二十一日 一个消息传来了 由于经过犯罪嫌疑人多次转手 一个体质非常虚弱的婴儿 再来到福利院不久就出现了多种病症 一直肺炎 从进来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咳嗽 尽管得到了积极的救治 但是这个病重的婴儿还是没能活下来 孩子被解救出来 却因为生病离开了这个人世 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海峰公安局 一个想法在这个时候被大家提了出来 因为现在一直还没有找到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婴儿的父母 所以我们就通过钢警 先来训 有收养条件的 有寄养条件的 想把这些婴儿寄养在我们钢警的家里 在找寻孩子亲生父母的过程中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让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回归家庭 是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的 警方开始在公安局内 征集有条件的民警家庭 同时一些特殊的人也被警方召集起来 照料孩子 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就是当初买孩子的人 得知林秀香被捕后 他们都来公安局自首了 因为这个小孩有病 就给你带回去 带回去 带回去 带养 治病 等到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了 你就要及时送还给他 一定要得到保障 如果找到小孩子 一定要随时送回来的 他们都要保障手续 经过考虑 警方把找不到父母的婴儿 暂时寄养在这些买孩子的人家中 那么这些孩子过得还好吗 前不久 我们前往广东深圳 找到了一户当时收买孩子的人家 眼前这个孩子就是半年前的海丰姐叫F 她现在的名字叫贝贝 买孩子的人说 当初林秀香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 说这是自己亲戚的私生子 当卖孩子的林秀香被警方抓获时 这对夫妻马上就意识到 孩子的来源肯定有问题 后来警方打电话找他们 他们就主动带孩子去了公安局 孩子的养母告诉我们说 她和丈夫都非常爱贝贝 给孩子吃得用的都是最好的 尽管知道贝贝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他们 回到自己亲生父母身边 但是如今她的养父母表示 他们还是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 全心全意的对贝贝好 毕竟这也是难得的一份缘分 好好培养她 像我们亲生一样的 我们自己送她还要疼她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美景教授 李教授你好 你好 按照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 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孩子 如果没有找到亲生父母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未来可能就找不着了 那这些孩子的安置怎么办 如果简单点说 这些孩子可以送到一个收养机构去 福利院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福利院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 其实早在二十大战的时候 虚拟学家就曾经研究过一类课题 就是在战争期间有很多孤儿 这些孩子后来都被送到养育院 那么这些养育院长大的孩子 后来发现他们在心理上 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自卑 敏感 焦虑 为什么 后来研究就发现 人类在早期的被抚养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的一个环境是一对一 就是要稳定抚养人 然后他的小时候 抚养的关系人要少 不能多 为什么 因为他少 孩子就能记住他 记住他就对他产生了一个信任 而这个信任让孩子可以出现 什么心理上的放松 就快乐 而相反你老在变换人的话 这孩子就会总在适应 然后他就不知道可信任谁 所以我讲这个孩子送到福利院 虽然也可以长大 但真的是对他非常不利的 目前我们看到广东海丰警方 他们的做法是把这些孩子 暂时寄养在民警家里 或者是目前我们调查到的 通过花钱把孩子买来的这些买主的家里 在处理这些复杂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了 一个是我们的法律的现有的一个程序 或者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他的利益 所以权宜之计 可能把他放在目前收买他的家庭里 暂时寄养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些孩子们在这些寄养家庭生活的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也再一次赶到这些家庭去看望了这些孩子 镜头里的这个小家伙就是海丰半样案件 第一个被解救回来的孩子 海丰解救A 也就是当初在清洁家快乐洗澡的那个婴儿 海丰解救A现在被寄养在海丰公安局一名民警的家里 大家都叫他小A 这天民警的家属正准备带他去打针 尽管被结结实实地扎了一针 小A居然就叫了一声 民警的家属说 现在这个小家伙已经不像半年前那样惧怕所有的人了 刚抱进来的时候呢 孩子呢 就 他好像就受到了什么伤害 往上会哭夜 有时候呢 中午休息的时候 他就在梦里哭啊 哭啊 就抽气的 然后就哭醒了 小A被解救的时候 身体并不是很好 在考虑寄养条件的时候 海丰公安局也是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 如今 寄养小A的这个家庭里 爸爸是警察 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 从2010年4月到现在 被民警暂时寄养的孩子们都非常健康地成长着 其中小A的体重是最重的 记者抱了抱小A 但是没多大一会儿 胳膊就酸了 我真的觉得他 拜拜 你也是20多斤 对 有 20多斤 30斤 他很能吃 他可以 很能吃 对 每个月得花费多少钱 每个月就一千多块 一千多吧 一千多 好 比如说买奶粉啊 买尿品啊 还有这些小衣服什么 日常用品 好 放放 表扬 表扬 孩子养得好 大家也都开心 而这种开心的背后 警方的家属也坦言 他们也有困惑和矛盾的时候 尽管感情上要面临着矛盾的选择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民警们 对小宝贝们的关爱 小A的养母说 自己是老师 现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教孩子 数数和说话了 他们觉得 不管将来孩子去哪里 他们都要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开始 好 一二三四五 对了 好 一二三四五 好厉害 好 放放表扬 表扬表扬 好 这是我们在清洁家看到的孩子 半年前 他的名字叫海风解救役 这是海风解救役 刚被警察抱回来的一段画面 平时办案时伸手绞节的这些侦察员 在海风解救役的面前却显得有些笨拙 因为找不到他的亲生父母 海风解救役也曾被送到福利院 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老公也是干警察的嘛 就看了一线 那个小孩子躺在那里 确实很可怜 很同情 后来 刑警大队的清洁进入申请 把海风解救役 暂时抱回自己家里来照顾 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小韩 清洁的丈夫 也是一位警察 工作之余 他也要负责管教这个淘气的小家伙 上来 你看他要高兴了 他就喜欢爬像猴子一样 哎呀 我们现在这样养的 父子 就是把他身体眼转了 没有出现毛病 如果找到他的父母亲 那就一定要还给人家 这一天 不少民警相约来看小韩 这些人就是当时 亲手把小韩抱回公安局的人 没有 看到吗 你认识我是吧 他好像是认识 认识 我们曾经认识 是吧 认识吗 我问你奶的 当时你就是在 这个手上打 滴这个温子 滴这个看来 很多民警至今还记得 小韩当时虚弱的样子 而半年后 这个孩子还能在他们的怀里活蹦乱跳 这是他们谁都没有料到的 在这里 我们也期待着 这些孩子们能够早日回到他们亲生父母身边 感谢您收看本期 金与说法 感谢您到远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金与说法 再见